好,我們來解這位方程 我們把那個特徵方程寫下來 所以,它的這個R 這點多少? 二分之負B 負1加減根號 二分之B平常是1 一平常減A,減2 就是I 所以是負1 正負6 I 所以它的那個基礎寫 可以選取多少? 這是一的多少? 負1加I T 跟多少? 跟那個一的 負1 減掉IT 這個 這個是等於E的 負T E的多少? IT 這是等於E的多少? 負T E的 IT 所以本來 我們是可以寫多少? 寫成這個 Y Y 是等於多少呢? A E的負T A呢 E的IT 加上B E的負IT 這負的 但是我們曉得 這個 E的IT 是等於 cosT 加 i sinT 這個是 cosT 減 i sinT 所以我又可以把它換成什麼呢? 換成這種形式 E的 所以說本來 E的多少人? 負T 負T的話 我把A STAR 這是 sinT 加上B STAR cosT 也就是說 我本來的話 是 E的負T E的IT 是這個 當它的基礎頸 負IT 那我現在把它換成什麼? 換成 1的負T assine t 再換成 1的負T cosT 這一組跟這一組 都可以當成 這個方程式的 一組的基礎頸 好 那我既然的話 既然的話 我一般解 我一般解 把寫成這種形式 一的負T A 直到我就省略了 sinT 加B cosT AB 是兩個代邊常數 那這樣的話 我們把出子條件帶進來 我們把出子條件帶進來 把出子條件帶進來 把出子條件帶進來的話 那我現在再給它尾噴好 尾噴好 尾噴好 加B cosT 前面尾後面不尾 加上Rosa 前面不尾 E 的負T 尾後面 那就是 A cosT 整B sinT 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把這個 這45度 4分子π的帶進來 這是y的4分子π 等於多少呢 1的負4分子π 差點4分子π是跟它2分之1 所以是跟號2分之1 加跟號2分之1 加跟號2分之1 那這是2 1的4分子π 然後我把那個 1的負4分子π 再進來 這就是 1的負4分子π 然後我把它合併了 然後我把它合併了 嗯 這個多少 這個都是那個 跟號1分之1 那我 因為這是 減的嘛 所以這樣合併上去的話 這個減這個就沒有了 A就沒有了 啊 這個解針的話 是兩倍的 哦 負的兩倍的b 啊 跟號2分之1 然後這有負號嘛 然後就是跟號2分之1 這兩個 合起來的話 這負號 就消掉了 啊 這個的話 合起來這負的 這負的 這負的 這個的話 這個是等於那個 1 啊 所以b我就小了 這個呢 約會呢 跟號2 所以就小了 b 是等於負的多少呢 跟號2分之1的4分子π 好 那這樣子以後 那我 把它沉進去 跟號2分之1的4分子π a 加 跟號2分之1的4分子π 再乘以b b的話多少 b是負的 跟號2分之1的4分子π 這個是等於呢 是等於2 然後 然後 這個約掉 所以這個負的2分之1 移過來 變成2分之5 跟號2分之1的負4分子π a 等於2分之5 那a就算出來了 a就等於多少呢 好 那a算出來了 b也算出來了 所以這個小的 這個等於多少呢 1的負T 那現在 有時候幫你 這是跟號2分之1嗎 這是跟號2分之1嗎 這是 跟號2分之1 4分之1 4分之π 所以 跟號2分之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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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分之π 可以抄出來 嗯 現在 有個 跟號2分之1 4分之π 可以抄出來 那 a的部分有夠 5 3 t 阿比的部分的話 有個 呼一 剪掉呢 cost 這就是答案